一个小时从木屋里逃出来 就会拿到十万美金 每过五分钟木屋就会升高一节 它也会得到新的工具 也代表着难度增加 开局的工具只有一把铲子 小龙拿出记号笔 在木屋上做好标记 准备从这里下手 就在这时木屋开始升高 等它停下后 小龙接着用铲子铲木屋 它塞进缝隙里稍一用力 那铲子的尖头就弯曲了 这时主持人给它拿来了一把长刀 拿到长刀后 它开始使劲切割木头 但是只掉下来一层木屑 这时木屋再一次升高 直接升到1.5米 小龙也得到了新的工具 一把铲棍 它开始在木头上找缝隙 但是木头之间挨得很近 它换了一个方法还是不行 这时木屋开始升高 主持人也拿来了新工具 是一把狼头和铲刀 它开始用狼头配合铲刀使用 效果还不错 木头开始有些损坏 还没来得及高兴 木屋开始再一次升高 这次直接升到3米的位置 再看小龙这边 已经打开了一个缺口 看得出这个木头很厚 而且外面还有一层铁丝 小龙决定用铲棍打开它 这时丢进来一把斧子 他拿起斧子开始砍木头 碎片剑的到处飞 很快缺口处变大一圈 接着使用铲棍 他手脚并用使出浑身解数 再配合着使用斧子 没等他打开那块木头 木屋又开始升高 直接到达了4.5米 小龙有点慌了 但是那块木头已经开始松动 他使劲晃了几下 终于拿掉了第一块木头 他拿起钳子 然后把外面一层铁丝加断 他也拿到了新工具锤子 用锤子试了几下 也没什么进展 然后木屋开始升高 这次直接升高到6米 比一些小数还要高 小龙有些害怕 但是他已经凿出了一个洞口 小龙说时间过去了一半 要赶紧离开这里 这时主持人拿来了新工具 一把稿头 他试着用稿头把洞口变大 然后碎片从高空落下 接着又掉下来一块木头 做完这一步 这时洞口已经大了一圈 小龙越来越有信心 他开始加快脚步 这时挑战还剩下20分钟 主持人决定把原本 要给他的电动工具 不给他了 给他增加难度 尽管这样 小龙也没有停止 这时挑战还剩下5分钟 主持人决定把电动工具给他 他赶紧拿起电动切割机 开始切割木头 把木头的边边角角切掉 很快洞口开始变大 就在这时 时间已到 他必须停止切割 很遗憾 小龙挑战失败 这么短的时间 再加上木屋不断升高 谁会挑战成功呢 那下一个百万挑战 能不能成功呢